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于指南 要求保健食品的生产经营者 在标签专门区域内要醒目标示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 不能够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等内容 就是要进一步加强保健食品的监管 让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深入人心 保健食品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但是对保健食品的虚假宣传 确实要让每一个消费者都看清楚 这位所谓医学专家口中的 世界第五大发明叫做单活胶囊 这款保健品究竟有怎样神奇的效果呢 把保健食品当作药品夸大虚假宣传 这也是全国市场监管部门 今年查处的多处典型案件中的通病 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联合9部门 开展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消费欺诈专项整治 查处违法违规案件近6万件获值30多亿元 下一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保健食品标注 警示用于指南的落实 严管保健品严打虚假宣传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 那么可能我们可以再继续